很多人今天看這個新聞非常驚恐 沒有想到在室內沖水 一個三十幾歲非常健康的女性 因此丟了命 到底怎麼回事呢 她在沖水的過程當中裡面 現在還沒有辦法完全確認 還有待檢驗 但根據這說法是7月21號 她到新北市 某一個室內沖水的地方 那沖水之後隔了五天 7月26號開始出現頭痛 肩頸僵硬 後續有發燒胃寒 頸部有疼痛 抽搐就醫 不到七天的時間 就已經發病身亡 她感染了福斯內閣里 阿米巴原蟲 那她其實沒有到國外旅遊 她唯一一個有碰到水的 就是在這個新北市的衝浪 室內的衝浪地點 所以一般以前我們的概念都是說 是在戶外吸水裡面泡水 以前爸爸媽媽常常講說 不要去溪裡面玩 小心蟲跑到你腦子裡面 但她居然是在室內的 新北市衛生局立刻去抽驗 那現在初步檢驗 裡面確實有頭綠 但是綠的濃度沒有達到標準 如果真的驗出阿米巴蟲的話 可能會業者會祭出一個重罰 這個業者他是痛哭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痛哭失聲 他說過去三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以前賠了1800萬 現在又爆發這個事情 他說我真的很冤枉 然後他也說我每天都有投綠 而且我們的教練跟學員 每天都泡在水裡面 他們都沒事 那為什麼這一個三十歲的女性 就出狀況了呢 機關署說現在這個病例真的很罕見 過去十二年來總共只有發生第二例 這是第二例而已 以前只有一例是有紀錄以來 蘇星要請教一下幾個問題 第一個 怎麼室內會發生這種狀況 以及說他已經投綠了 其他人都不會 還有包括十二年前 那一例又是怎麼回事 好 先處理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大家想說室內的水源 是不是就一定不會有這個 這一隻呢 它的名字叫做 浮世內格里阿米巴原蟲 有人把它叫做什麼 叫做食腦變形蟲 為什麼這麼說他 所以他真的會吃腦 他這隻原蟲 我之前看原文的文獻 他怎麼形容這隻蟲的行為 他通常是從你的鼻腔進去 所以剛才韋翰在休息的時候 不是講說 我之後要捏著鼻子去 因為他吃進去是沒問題的 這樣就可以放住嗎 但他從鼻腔進去之後 他會順著我們的繡神經往上跑 他一路跑跑跑 然後我們大腦袖球 他就形容他說 他會用他那個 像那個吸盤的地方 開始找你那個繡球 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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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這樣蛙 蛙 蛙 破壞組織的結構當中 他們都很像在吃他 尾翰說我把鼻子夾起來 那我換嘴巴呼吸 萬一不小心喝了水進去 會不會也有一樣的問題 把它嗆進去 通常是到你的肺或到你的胃 比較不會容易到我們鼻腔 直接到秀 所以他們說 當然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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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動作 真的很像在吃他 所以甚至有人說 因為他破壞了我們這個秀 所以有些人一開始的症狀 甚至是很像我們現在新冠 他說我好像會嗅覺異常 對 可是真正出現的症狀況 他繼續挖挖挖到大腦對不對 這時候我們身體的免疫的細胞 就會發現他的存在 蘇星你講到那個亮哥的表情 都糾結在一起 亮哥是感覺有在挖他對不對 不是 你看這個水這樣 竟然有問題 然後他去挖他之後 你就發現他就開始發炎了 我們很怕他曝光 所以有些照片要看一下 不是 這個就是那個報導 對 可是 因為那個業者現在也在很冤 相關資訊暴露要小心一點 對 所以這樣的情況是 他引起腦的發炎 發炎之後開始有發燒 頭痛 脖子很硬 因為你這邊都在發炎 他充滿了你那個腔了 所以他就開始覺得脖子僵硬 甚至後來還有開始嘔吐 或者是癲癇之類 就是更後期了 所以重點是他第一個 你說為什麼淡水裡面有 因為他本身就喜歡淡水 他常常出現在淡水的 潛水的湖泊或河流當中 所以野外是這個 第二 他喜歡溫度高的地方 所以夏天是相對他喜歡的天氣 現在他喜歡的天氣 所以第三 台灣之前發生的那個案例 是在泡溫泉的地方 七十幾歲老先生去泡湯之後 他開始發現 他其實也定期在泡湯 也都是在那個地方泡湯 某一天泡完之後 開始出現剛剛講的 頭痛 開始發燒 開始頸尖僵硬 全身無力 手腳發麻 想說到底什麼病 後來發現就是這一隻 死腦變形蟲造成的腦膜炎 可是同泡的家人沒事 一起泡的都沒事 所以大家不要想說 我們三個都去 怎麼可能只有我有事 這太奇怪了 同一個池籍裡面 有這個阿米巴原蟲 然後我出事了 而且很快就死亡了 其他人都沒事 我最近去的人有六百三四個 對 並不是所有的人 去到那個地方 都一定會被他身體發病 對 所以為什麼這很坦見 你想想看 美國這麼大的國家人口這麼多 他一年也大概是五例而已 不過我還是特別強調一下 目前都還在檢驗當中 還沒有從這一家的泳池裡面 驗出這個阿米巴 特別強調一下 所以這就是我要講 第二件事情 當時老翁這個狀況 大家就是說 看到他應該是去泡溫泉 所以他們真的去檢驗了溫泉水 也真的找到這一隻阿米巴蟲 所以那很確定 一 有證據 二 你有症狀 然後又是他喜歡環境很合理 可是這次的事件 就比較討厭 第一 它是室內的設施 第二 他說我有定期消毒 因為這隻蟲它對綠的敏感性 是高的 所以你綠到達不用非常高的濃度 就足以殺死它了 他確實有驗出有排放綠 但沒有達標 所以不用達標 其實就把他殺死了 但是事實上他對他相當敏感 只要有一定程度 還是有足以殺死他 只是代表說 你平常的維護不夠那麼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判斷說 因為我們現在只是從 他的TOCC就是來判斷說 他好像可疑的環境只有這裡 因為他在七月這一段期間 兩度去這個清水設施完 所以又沒有出國 又沒有其他去我們的環境中的 湖泊 河流或其他地方吸水 所以大家講你碰水就只有這裡 可是我告訴你 我們剛才不是講說 近年像巴基斯坦什麼很多 你知道嗎 他們有些地方只是洗鼻子也中 因為他洗鼻子容器不清潔 所以說很罕見 他在醫療診所洗個鼻子 他就中了 他不是在醫療診所 他不知道自己去弄什麼洗鼻糊的 在外國 所以在台灣也很流行這個 對 所以必須說是 一先跟大家講他很罕見 只是他很討厭他中了之後 致死率太高 以美國來講 百分之九十九 百分之九十九 美國那個每年五粒對不對 百分之一是怎麼回事 每年五粒對不對 總共活五粒而已 這麼多年來 所以就是說他死亡率非常高 但是他非常罕見 然後在室內設施 有人說 當然如果你是維持不當的 還是有可能有他 只是不同的原寵這一隻 因為我以前報導過一個 是另外一隻阿米巴 後來就是眼角膜被吃掉 也是有的 所以一 我覺得我們今天看到這件事情 只是告訴大家 業者要好好的 維護你的這個清水設施 還有水質 第二 因為這還沒有驗出 阿米巴重製艦 還沒有驗出這隻重製艦 我們不能先說 這家設施有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只是 由他的接觸史 相關的生活史來覺得是他 但是接下來就是跟他講 夏天是他喜歡的環境 第二 他喜歡淡水的湖泊 河流 第三 這之前美國的案例 很多反而是少年跟青少年 大家都以為說 是不是免疫力不好的老人家 不一定 在美國很多是青少年跟少年 為什麼 他們去玩水的時候 是不是很腳很不安分 會去踢那個底泥幹嘛 那個底泥這樣上來 真的更容易把他們叫出來 然後順著你鼻子進去 所以去遊戲的時候 真的盡量不要做這些動作 或不要嗆入水 如果發生以下這些症狀 我們剛才講的 頭痛 發燒 覺得脖子很僵硬 甚至有人開始會覺得有一些 眼睛怎麼會有複視 或甚至嘔吐 一些開始奇怪的幻腿 或者甚至有一些 因為新冠有些症狀 好像也蠻像的 所以現在可能會有點困擾 就要趕快去救醫 為什麼 雖然他致死率很高 還是有人活 只是少見而已 所以早期發現還是有辦法的 蘇星那同時間有一個可能 大家真的比較要擔心的 是本土的登革熱疫情 因為現在包括臺北市 本來大家想說 臺南 高雄 屏東那麼遠 也不干我們這個大臺北的事情 沒有想到臺北市 已經蹦出了第一例 他說他七月二十一號到二十三號 有到臺南 這個差不多他玩水的時間 到臺南市有活動時 然後七月三十號的時候 出現了症狀 八月四號快篩陽性 在昨天確定他為陽性 等於說他潛伏的時間 還蠻長的 等他去臺南到他出現症狀 隔了一個禮拜的時間 新竹也有 而且他很年輕 二十七歲 在臺北市大統的才十多歲而已 可能是跟家人去玩 那我們在臺北 還有包括全臺灣 現在臺南疫情又爆出很多 全臺灣已經有一千多例了 然後現在臺南又在暴雨不斷 之前說要滅文的 已經很困難了 接下來好像這個雨 好像沒有要停 沒有要罷手的狀況 我們要注意什麼 對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 比剛才那個要更緊張 因為剛才那個食腦變形蟲 真的是非常罕見 可是今年的登革熱疫情 我覺得值得大家留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今年的環境條件 太像2015年了 2015年那一年在臺南 出現了非常嚴重的登革熱疫情 那一年累計有四萬人 超過四萬人登革熱 那一年是不是因為高雄氣爆還是 高雄是前一年 前一年氣爆 高雄前一年也是疫區在 2014年的疫區是在高雄 當時一萬多例 接下來隔一年在台南 超過四萬例 當時還有幾個特徵 當年也是那種剩一年 就是氣候異常 我們高溫 第二個事情 就是也是來的 本來很缺水 可是後來來了幾場大雨 你知道大雨 剛大雨的時候會把蚊子那些 纏得軟什麼沖走 可是如果你沒有趕快把它清 那些積水就變成他們的溫床 所以每次大雨之後 又來了 停一陣子又來了 所以變成那次 所以那一年那麼嚴重 本來就有人預期說 今年有可能是大年 所以其實現在除了我們 整體累積一千里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新竹跟台北的看起來 像是本土 但是好像都有台南旅遊史 所以有人就說 這還是南部的事情 可是還是在台灣吧 對 我就要跟大家講 以前他們常常說 北部他們覺得登格爾 是南部的事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登格爾 有兩種蚊子會傳播 一種叫做埃及班紋 一種叫做白縣班紋 對不對 那用埃及班紋 他比較在南部 他就是說北回歸縣以南才會有 所以可能嘉義什麼什麼才有 可是白縣全台灣都會有 白縣全台灣有 可是這兩支個性不一樣 因為在北部這個 他們七夕躲的地方不一樣 七夕躲不一樣 白縣喜歡在野外 那埃及會在家裡面 你們家黑暗的地方 他就躲 二 這個埃及他很不知足 他喜歡盯很多人 他可能一次盯很多 所以每次一中就一堆 可是白縣他可能專注的盯完 你就走人 所以他們就發現 同樣的不同的蚊子 他造成的疫情就不一樣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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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全球的環境變遷 在美國也發現 以前不會出現 埃及班紋的地方也出現了 就是他們可能會往上慢慢跑 因為你越來越熱 所以我覺得雖然現在看到了 台北跟新竹 他相對還是有台南的旅遊史 但是你知道 我們登革熱都這樣 就是你如果中了登革熱 然後你在你出發病的 前一天到第五天之內 你的身體血裡面有病毒 這時候蚊子 母的 母的才會吸你血 母的來咬了你 咬了你之後 經過在他的身體繁殖之後 這個病毒再去盯他就中了 所以會有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還有機會 發現第一個病患 趕快把他控制住 然後滅蚊 然後不要讓他有機會 再去繁殖 然後再去咬 那這個時候把我們固定下來 否則我覺得今年真的算是 相對滿適合他們繁殖的一年 所以大家這件事 對自己的居家環境 還有包括自己身體的狀況 要格外的小心一點 除了疫情之外 恐怕還有這一些 你要特別注意的 不過包括整個北台灣 還有包括南部 從一早南部下大雨 下到現在變成台北 大台北還有桃園 已經下了很大的這些雨量 那我們早上看到 甚至有爸爸跟這個小孩子 這個花子SUM來出來 當然有人說那個水滿淺的 他玩好像感覺 好像是有一點半娛樂的感覺 然後台南市的南區 是最大的雨量64.5毫米 這個待會請教偉漢 64.5到底算大不大 因為台南市政府的官員還講說 這個雨量到哪邊都會淹水 搞不好台北就會淹 結果他一講完 隔了兩個小時之後 大台北就真的淹水 那另外一個 台南是現在淹 還有政治口水 台南市長黃偉哲 他泡打了許巧心 不過我們先講到 這個淹水的部分 他前陣子還告訴大家 杜蘇類颱風 這個期間台南的防洪有成 他非常感謝中央的前瞻建設 花了124億 我們治水有方 但是他本來告訴大家 安中路這些地方 他們希望以前他淹水 每次下雨都淹 所以叫安中河 希望他會成為歷史 但是今天又淹了 所以這個錢到底有沒有效果 然後黃志賢跟黃偉哲 以前告訴大家說 他們立場不一樣 但是他們為了砲打許巧心 立場變得一致 黃偉哲還拍個影片說 許巧心你還管到 跑去跟黃志賢 黃志賢吵架 可見國民黨的母雞選情太低迷了 真的是太弱了 那黃志賢為什麼會跟許巧心吵架 因為黃志賢說 許巧心要求不要打柯文哲 許巧心說我統一了你們兩個人 讓你們兩個戰線一致 這要請教我一下 我講下雨 因為今天如果在北台灣的觀眾朋友 應該知道 下雨非常非常非常大 因為下雨最大的三點半的時候 我剛好從今天臺北市 下雨雨量最大的中正區 一路往我們TVS這邊開車過來 那個雨大道 連市民大道的那一個 要上市民大道的那個車道 水都大概有三分之一輪胎深 重慶北路已經淹半個輪胎 那剛剛那個 對 剛剛耀州其實講的一個很關鍵 你跑市政新聞就會知道 什麼叫做時雨量 我們都講一天 一天如果說到了兩百公里 三百公里 你看像這一次南投 南投就是一天的雨量 到了已經五六百 南投一天是七百多 五六百 七百 往上走 三天加起來破千 那很大 但我現在講時雨量是一個小時 一天二十四小時 所以很簡單 我現在給 因為跑市政會有一個基礎 在六都的都會區 臺北市的排水算是好的 只要時雨量在六十 一個小時可以下六十公里以上的話 就有可能會積水了 但如果到了七十八十九十的話 就會這樣子 從這些腳踝 瀟腿這樣淹上來 我們前瞻 六十一天就一千兩百 尾翰那我想問的是 因為我們前瞻花了一百二十四億 前幾天還沾沾覺得很驕傲 花了這幾錢是值得 沒有淹水 但是今天就淹了 沒有颱風 對 那就是雨量 這個跟颱風 颱風會帶來雨 但是如果只是暴雨 沒有颱風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雨量 所以當時雨量在六十以上 就有可能淹 那你看台南今天是多少 六四點五 一個小時 你看看這個畫面 剛剛那個 其實騎摩托車過去了 那個就是台南 那明天其實大家會看到台北市的畫面 因為今天還來不及 台北市的中正區 腰中你知道今天下午 一個小時最多下多少 五十 九十 九十 台北市中正區是九十 中山區八十 所以當雨量大的時候 你現在看天色晚一點的 這個就是台北市了 對 但是你食雨量就是 在那個小時的時候 它特別 那如果這個小時過後 沒有下這麼多的時候 它就會慢慢退了 所以在都會區也好 或是在 其實台南比較特別 台北市基本上都是都會區 但新北就不一樣 它是蛋白區 它有比較鄉村的 有比較都市 像板橋 或是說三重 那邊要都會區 那像台南的話 因為它福源很大 它的那個排水系統 可能沒有台北那麼好 但它畢竟是六都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把政治先拋開 用食餘量來算 只要食餘量在六十以上 就很可能會淹水 那淹水就要趕快去處理 而不是說淹水 我就罵市長 如果淹水之後 市長處理得很好 民眾應該也可能理解 那你那個中校東路 一段那邊有淹水 都淹 那邊也淹 我們更多的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們總統大選 終於願意講到重要的政策 不是在比一些所謂的物化 這麼無聊的話題 侯友宜他在昨天公布了 這個核能源的政策 是把選戰拉回這個重要的部分 他主張核一核二核三要演繹 在安全無語的情況之下 重啟核四 跟柯文哲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多了一個核一 然後他有一個口號 是2040無媒台灣 那民進黨賴清德 現在可能朝無核能的方向 他說核能佔5% 意思是說有沒有的話 其實影響不是很大 那我們現在把它做一個簡單的對比 侯友宜二零四零 藍煤的要0% 藍氣34% 再生人員45% 核能16% 碳中和電力是5% 二零五零年 藍煤的藍油的藍氣這0% 再生人員高達57% 核能18% 碳中和電力25% 賴清德的部分 二零五零年再生人員60到70% 今年 亮哥你是剛好 剛好噎到還是 還是你有去游泳 還是 你聽到賴清德 你不是不屑賴清德 亮哥不太想討論這一趴 為什麼一講到 賴清德再生人員60到70% 亮哥保重 那柯文哲他是2030年再生人員40% 核二核三也一 體檢決定核四的未來 這個部分其實跟猴友宜有點相似 只是核一的部分不一樣 剛剛中間有一個狀況了 因為他一講出他支持核能 他說我從來沒有反對核能 新北市的賴品瑜立刻跳出來說 這侯友宜你變成核電超人 甚至他去罵侯友宜 說你是新北的泛濫網 就是很擺爛的狀況 賴品瑜的風格一直就是爆出口的 他說重啟個差 這個因為我們電視尺度的關係 劉采薇 國民黨的 這個夥伴的發言人就說 賴品瑜你這個言論太粗筆了 完全都沒有專業的討論 他說賴家雲爆能源公司的 這個再生律員是不是你家族的 是你怕你爸爸斷了這個財路了嗎 賴品瑜就出來講說 這個根本不是我們的家族企業 那為什麼爸爸是董事長 他就會變成是公主呢 那我們國民黨也特別查了一下 因為他爸爸是新潮流的 他底下有18家的公司 那光是雲爆的資本額就有20億 當然我特別強調是資本額而已 我的什麼家不是雲爆 對 他有18家 那光是雲爆這一家 他就資本額20億 資本額也不代表什麼 資本額跟他實際營運的這個金額 搞不好好幾百億 請教亮哥 主要是去年12月 我們的再生能源的總產量 只有8.3% 那今年經濟部剛剛講 說今年會破10 2025就要到20 你是在公航空 2025不就是後年 是啊 所以怎麼可能達到 我們一年能夠增加個2% 就不錯了 再生能源 所以你明明2025你再生能源 就不會到20% 最多15%好不好 難怪你剛剛講說 再生能源70%你就噎著了 沒有 說實在 侯友宜說再生能源要到57% 我也覺得很難 你也覺得辦不到 我認為都辦不到 說實在 所以有人在批評說 你還是太理想化了 因為他的核電最高 要發展到18% 那當然有一些人就說 如果SM小型核電是安全的 那你為什麼只要 做18% 因為你再生能源57% 也達不到標 都不合理 不過那個是很久以後的事 我們先談最近的事 就是說你現在 我們今年再生能源最多10% 你到2025就要到20% 這個明顯一定跳票 你賴清德至少要回答一下 假設我們2025 再生能源只有到15% 那個缺口5%你要從哪邊來 所以你一定是2025 你核電沒有辦法降到0 這已經非常確定的事了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 既然有這個缺口那怎麼辦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加大燃煤發電 所以我們很可能會有一個情況 本來燃煤它是希望在2025 是30% 另外50%是天然氣 可是很可能是 燃煤會衝到40% 40% 為什麼 因為天然氣還要裝接氣站 我們要新建 你沒有新建接氣站 你不能進來 會有一個空窗期 對 所以我們 世界潮流是顛倒的 所以我跟你說 你講得完全正確 就是說侯友宜 他這個政見至少有面對 我們要不要氣候改革 要不要減碳 你民進黨的減碳 至少從電力結構我看不到 那電力結構 減碳是最重要的項目 比起產業要更重要 那如果按照蔡英文來做 就是2025年燃煤要30% 而且很可能有中間的空窗期 所以可能會衝到40% 再加上天然氣 天然氣是甲碗 甲碗也是嚴重破壞溫室氣體 所以等於是 你到時候可能是天然氣40 然後燃煤40塊 他是比較乾乾淨的人員 其實這也不完全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現在全世界的共識 就是核電它是乾淨的電 是不是綠能還可以再討論 可是歐洲不是已經把它 列為是綠能 有一些國家主張 德國不要 可是德國也承認它是乾淨的電 重點是所有的人要排除 要降低的都是燃煤 這全世界的共識 結果你等於是賴清德跟蔡英文 如果民進黨沒有面對這個問題 你燃煤如何減量 至少我們看到2025 你是衝到30 至少我認為會衝到40 所以你看我們台灣 要跟大家請教一下 三個人相較你覺得賴清德 完全沒有面對現實狀況 侯友宜雖然有一點面對問題 但還是太過理想 柯文哲的部分你怎麼看 柯文哲並沒有提出配比表 貴身人員40%2030年之前 我知道 其他是什麼 沒有 因為你一定要有一個 各種人員的時間配比表 我們才有辦法 等量器官來討論 侯友宜我問過他 我說你這個合一 合二 合三 合四 早就可以表態了 你為什麼不趕快表態 他說他一定要有一個配比時間表 他才要說 所以他拖到8月9號 我覺得這是合理的 不過當然他也有被批評 說他有一個問題沒有回答 核肥料 核肥料怎麼處理 一個這個是一定是新北市 那你有問他嗎 所有的人都要問他了 你問他嗎 我告訴你 我只能夠這樣說 日本 韓國跟法國 難道就沒有核肥料嗎 日本跟韓國的 韓國的核電占比超過25% 他怎麼會沒有核肥料 人家是怎麼處理的 就是說這個問題 不是只有台灣單獨面對 你只要用核電你就要面對 那法國的核電72% 那都是核肥料 請問他是怎麼處理的 就是說你去學人家怎麼處理就好 要保證安全周到 就是這樣 就是說有一些事情 就是說不要炒熱 不要太理想化 就是說再生人員 我們台灣有可能超過50%嗎 我們台灣有足夠的地做太陽能嗎 你自己去想 我們土地有限 所以政策是不是碰碰一下 就是這個建築原因 亮哥那我要請教一下 新潮流人最熟了 賴品宇這樣說有沒有道理 這個爸爸是董事長 不代表我是公主 沒有啦 雲豹就告訴他 他本人沒有關係是沒錯 因為那個我覺得 那他出來戰吼有一滴時間 跳出來 因為有可能因為他選區有共聊 是不是可能是跟他選區有關係 還是說跟他爸爸的事業有關係 他可能一時也忘記了 他爸爸登記了18家 都是綠南的 因為有人去查過 那個地址在內湖 四樓之一跟六樓 總共登記了18家公司 這是什麼狀況 為什麼要登記到18家 我不知道 所以這個要說明 為什麼要登記到18家公司 雲豹不是他的公司 雲豹那兩個老闆我也認識 人家做很大的 他是去當董事 可是他在內湖那個地址 四樓之一跟六樓 登記了18家公司 那請問你是要幹嘛 難道不是因為你要配合 新潮流在各縣市的勢力 去爭取標案嗎 不是這樣嗎 不然你說明一下 為什麼要登記 而且都是用他的名字 他也不避諱 他既然不避諱 他當然應該是可以回答 當然賴平雲可能忘記了 所以這裡就有點利益迴避的問題 因為你如果要有核能 你的再生能源這樣一定會 這個比例一定會下降 是一定的 好 另外一方面要請教韋翰 因為現在網路上還有包括在討論說 我們台電虧了四千億 電價可能會再漲 以及還有網友發現說 這個電費白天 好像跟晚上差了很多的一個狀況 另外一個大家就會開始討論 中油 台電 台糖 還有包括自來水公司 其實每一年都會討論 說他們明年要跟著這個 要爭取調薪4% 然後年終固定都是四個月 又4.4個月 大家就說 有的單位都已經虧損很嚴重了 但是你們還是吃得肥肥吃得飽飽 每一年都會討論一次 但我要請教韋翰的是這一個部分 侯友以現在最新的狀況 他從這一個禮拜開始 要從台中累 long stay 但我覺得看起來比較像short stay 因為就兩天 兩天怎麼會是long stay 他到台中去 現在盧秀燕已經告訴大家 明天他要率領九大縣市的長 齊聚在台中 這個是之前全載會的照片 說大家要大團結 侯友以剛好到台中市 在這個下鄉 其實我覺得他就叫下鄉就好了 也不用那麼累long stay 滿奇怪的 然後他要拚地方的整合 他今天下午到大甲去吃浴員的時候 我看他跟民眾的互動非常自然 自然到我就想說是安排好的嗎 因為每個人都跟他合照 還滿開心的 那郭台銘到這個南部去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狀況 他在屏東遇到民進黨籍的 內埔鄉的鄉長 也就是照片上這一位中慶正 他有一段對話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他們當地有缺一些 這個急難救助的團體 缺車子 缺交通工具 然後就跟他拜託 他就說奇怪了 民進黨在防疫也好 前瞻也好 都是幾千億的預算 這麼大筆的錢灑下去 怎麼會連救命的 就幫助人家的這些慈善團體 要用的車子 一輛車 兩輛車 幾輛車 有這麼困難嗎 那這位民進黨的鄉長說 一直在等待的 就是有愛心的企業家 這部分要請教韋翰 這個文生就苦 郭董到處去展現他的地方關懷 當然會受到一些支持 事實上我們這個社會還是很多人支持郭台銘 可是那個支持度不足以讓他當選總統 如果他現在有35% 那事情就結束了 贏贏就好了 可是沒有辦法 所以他就會是一個僵局 郭台銘現在辦了 昨天第一場屏東 接下來據說還有九場 所以就是意思很明顯 那你說我都沒講 這個根本沒有必要討論 後面的背板是寫選擇筒 背板是誰做的 主辦單位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 他身邊的政治幕僚 跟我想像中真的差滿多的 因為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侯友宜在回文 柯文哲都已經衝上 追在賴清島後面 他還在那邊講說 我不要宣布 有什麼好處 沒什麼好處 但是他有他的影響力 我是承認 但第二個 侯友宜現在的狀況 為什麼一直覺得回文 其實我們在乎的 倒不是他要不要選人 是他講到民進黨花這麼多錢 就連救命的車都沒有 那他變的不是這個 因為前瞻預算 他要的是大筆的數據 但鄉間包含了 以前韓國瑜在當高雲上 有做的那個有沒有 就是愛心巴士 你叫了以後可以上去 載人的這些東西 他沒有基礎的這些 最基本他沒有去做 那這個應該要請這個鄉長 去問現在屏東的現場 跟立委統統都是民進黨 而且這問題也不只在屏東 我們整個臺灣各地 都會有這個問題 但侯友宜 我剛剛講侯友宜 侯友宜他其實 我覺得他有點忽略了 他昨天所講的能源政策 可以再繼續 發揮下去 對 因為剛剛亮哥講的 各位觀眾朋友 你聽完之後 我不是做生意的 我不是開工廠的 全世界因為這兩年的 溫室交易已經變得更加嚴重 溫炎環流都已經沒有 又開始氣候異常了 下冰雹 熱的要死 冷的要死 下大雨 所以聯合國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大國也好 都非常在意這個碳中和 所以今天賴清德副總統所講的 他說我們電購 他只是電 可是那個是髒電 以後我們的產業跟製造業 根本沒有辦法把東西賣出去 系指的工廠 這兩天都收到歐洲的大廠訂單 跟你email 你不減碳 我們就砍訂單 歐洲二零二六就不行 那你這個沒有辦法嗎 我最後補一句了 只有講一個 日本 廖宗 你知道日本的國土計畫能源 二零三零年 他的核能是占多少嗎 十五 二十 到二十二 他目前應該超過十五了 所以日本他發生 我們台灣會反核 跟日本的三一一的治療 都有關係 後來發現不實際 二零三年日本 現在目前天然氣是二十 核能也是二十 可是我們天然氣是五十 核能是零 而且我們自己沒有天然氣 全部都是進口的 全世界沒人這樣摸的 因為天然氣非常貴 打仗封鎖 對啊 成本的問題 還包括打仗的風險 而且還有國安的問題 對不對 他另外一個要請教亮哥 這個二瓜多居然傳出了 剩下十天他們就要投票了 他們的總統候選人被爆投 很多人看到標題 會以為說 台灣的總統候選人 發生什麼事 是二瓜多 二瓜多的治安真的很驚人 我們直接來看到 這一個畫面 一個候選人他走出來 上車的瞬間裡面 就突然聽到 他其實人已經上車了 門一關 立刻聽到好幾個槍聲 後來彈孔總共找到 有五十幾發 在他的身上有三發 相當我們直接看到照片的部分 他坐車裡面這個 已經打破一個洞了 不知道是不是從這邊 射到他的身體裡面 那大家很訝異 因為在台灣的候選人 到最後階段的時候 不管是敗票的車 或他坐著車都有防彈的 但是他沒有防彈 然後他們自然又特別的糟糕 那當然他對這個販毒的集團 有多次的跟他們宣戰 他們的販毒集團 在五月的時候就沉水有個新聞 然後火拼造成十人死亡 三人受傷 連五歲的女童都遭殃 然後更離譜的是 他們電視台多位的主持人 收到了不明的USB 然後一插上去又立刻爆炸 居然用的是軍用級的炸藥 所以以後我收到USB我可能會特別 但我也沒跟誰宣戰 然後請教亮哥 這個就是中南美洲的 獨銷集團泛濫 然後槍枝火藥又很容易取得 這個不幸往生這位候選人 他本身是議員 是左翼的 所以他就是在挑戰 這個社會的黑勢力 他民調不高 民調只有7.5 就他是第三名 是 可是前面兩個領先他滿多的 可是就是他 他都不會贏 還要置他於死地 沒有 他可能就直接去打擊 點名攻擊某些集團 他可能就是這樣的候選人 所以前兩名沒有要對 這些惡事力來宣戰 可能都說得不不 說得不不 這樣反而活下去 我跟你講墨西哥 你有沒有看那個 Netflix的那個獨銷那個片子 他連那個最高法院的法官都被殺 還有那個部長也被殺 國外景不是有那個法官出來 砰 車子就爆炸 對啊 中南美洲很多國家都這樣 哥倫比亞 墨西哥 那這是俄瓜多 這個就是獨銷氾濫 然後槍枝又沒有管制好 然後也包括火藥 然後一大堆走私 就是這樣 大哥那我請教一下 有一個美國有他州的男子 他多次的發email 然後他恐嚇對象非常多 包括拜登還有其他的政治人物 賀錦麗 美國的司法部長 都有被收到他的威脅信 現在FBI在他的家裡面 把他拘殺了 這怎麼回事 把他抓起來 直接抓起來 不是把他擊斃了嗎 擊斃了 不過可能他有那個 他還擊 可能是這樣 不過他是真的有發出威脅信函 還是說FBI有掌握他真的有行動 沒有 美國這種 這種特異獨行的人很多 那只是說你有沒有到了行動階段 那他可能寫臉書 寫推特 那引起注意 那人家在觀察你可能 比如說有沒有去槍店去買槍枝 有沒有在買彈藥 這個FBI一定會做一些前置作業 那一定是發現他有做 所以要去他家突擊 那可能他就做抗拒 有可能是這樣 今天早上大家看到 一個畫面很驚險 IDF在清泉剛表演的時候 直接看這個畫面 表演到一半的時候 沒想到他飛機的尾翼 冒出非常強烈的火焰 那當下在這底下 拍攝的這些記者 還有民眾 也立刻聽到很大 不正常的聲響 大家氣氛瞬間非常害怕 擔心下一秒他就會發生意外 但後來這個飛官技術非常厲害 他順利的降落了 也沒有迫降 降落之後人機都是平安的 但是他現場民眾看到 都覺得說太驚恐了 你看他尾巴的部分 噴出了這個火焰 大家都覺得 下一刻可能就會爆炸 或者更嚴重的意外狀況 但還好 這個飛官技術非常精良 所以最後的狀況是大家覺得這個 沒有發生更嚴重的狀況 仔細看到照片 他其實也不是這個噴射口 他是發動機噴口 護焰器的氣風片 間隙太大了 再加上油片還有高溫 所以看到了這麼大的一個火焰 這個要請教亮哥 您看這怎麼回事 尾翰是空軍 尾翰講好了 沒有 因為他中間的那個 風片間隙過大 所以我們看會覺得很危險 所以顯然他並不是發動機異常 是他的那個葉片出現了縫隙後 所以火噴出來 所以我們看當然覺得很危險 感覺好像隨時他就可能炸開 但事實上並不是 不過當然剛剛藥州講的是重點 就是飛行員一定知道發生問題了 可是他可以很安穩的 將這個飛機再操作回來 就表示要平常訓練 他對的IDF的機型是非常瞭解 就技術好了 膽子也大 所以他是算是保養的問題嗎 還是說 因為大家自己也很少看到 都有可能會出現這個狀況 一定 尤其他這個東西是一個 這個清泉鋼的一個預言 他在起飛之前 幾乎是一定做好了所有的準備 可是飛行過程當中 他的這個葉片間隙 出現那樣的狀況 不可能說沒有 就明明是那樣還讓他飛上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看到是片段畫面 他一定是到了後來才噴這個火 前面沒有 所以表示他不是全程 都是這個狀態 所以我相信我們的軍方 當然有人會連結說 是不是因為共機常常過來 我們的出勤比較頻繁 是對 是沒有錯 機務室的出勤跟飛行員 還有機身本身 他的那個出勤的狀況 都會更加loading更重 但是這預言還是要的 而且訓練還是要的 那這個狀況就表示說 我們的空軍很精實 應該給空軍鼓勵 那我再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憲兵要從現行的 5600人一口氣雙倍 變成1.1萬人 要進駐到我們的首都 那當然有一些退役的將領 包括這個栗正傑 他就說我是為了要搞戒嚴嗎 因為年底選舉可能會有動亂嗎 然後包括帥外民 他也是退役的中將 他說目的就是要當督戰隊 居心惡毒 退將 每個人都很擔憂 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怎麼講 因為將軍們的說法 一定比我們更專業 可是老百姓會不會認為說 增加兵力 這是憲兵 就是為了 因為憲兵就是 我那天還在跟亮哥聊這個事情 憲兵是military police 是負責管軍人的 比如說有軍人服役不整 軍人鬧事 或者說軍人已經逃兵了 誰去抓 就憲兵 所以憲兵是不是要整視軍紀的 是 但是憲兵的增加 他們更重要的工作是保護元首 對 他現在這個東西是 一部分 總統的總統府旁邊 這個東西 總統府在凱達根安大道底 後面是長沙街 那裡有個憲兵營 他就是專門在保護總統的 那以這一次的狀況來看的話 他是要訓練之後 一半是撥過去那裡 也就是講白了 雖然軍方沒有跟你報告 我的理解就是 他要增強板斬首計畫的能力 如果到時候真的 共軍從這個關渡 因為計畫路線是這個 當然還有台南登陸的 他一路從關渡平原 一路網路過來以後 他會跑到總統府去準備要申請我們的元首 那這個時候他的反轉手計畫的 這個憲兵就要負責保衛總統府 或者是協助總統離開到橫山指揮所 所以他現在把這個人增加 我比較願意接 相信是這個 而不是為了要講說 打上了誰退後了 我就把你擊斃 這個說法可能會引起一些爭議 這個我補充一下 這是帥話明將軍講的 因為2020在那個首都 他增加了憲兵是735個 這個是增加五千多個 那其他的要擺哪裡 所以不可能全部都進首都 因為反轉手也不需要 那麼大的兵力 嚇死人的五千個 所以他是要散到各地去 就是要糾正軍紀 那糾正軍紀就是表示 未來萬一有作戰 我跟你講這也不是台灣獨有 所以他不對軍方其他單位 是有忌憚的 不是 我跟你講 各國憲兵都有督戰員的角色 有一些國家 比如說法國在第二次大戰 就你要叛變 或者是你不聽這個指定 我就槍殺你 就是敵前逃亡 就當場槍斃 法國一戰二戰 就有這個制度 所以是我們的統治的階級 會認為說我們的軍方 不是那麼百分之百的效忠 我們也不能這樣講 我們只能夠說有這個制度 要讓他們知道說敵前逃亡 是有代價的 難怪將軍們這麼擔憂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很多民眾說現在到北京相當的麻煩 未來恐怖會更麻煩 因為他們現在北京人大常委 已經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反恐怖主義法 所以未來你可能租車 租民宿 包括散裝的汽油 寄快遞 都要核對你的身分 搭乘北京的地鐵還要接受安檢 所以大家的這一些行蹤 可能最後都要有實名的檢驗 那現在傳出來說 甚至有可能你超過一公尺的長步 都要實名制 有人講說是不是很擔心 你在街頭拉出了布脈 寫了什麼 這個會讓當局 覺得顏面掛不住的事情 四通巧看一事件 就傳出了有這樣一個要求 不過我要請教亮哥 到底是真有其事嗎 另外一個他們的經濟狀況 現在大家也開始討論 保能董事長欠薪水 遭到追打 這個畫面直接來看 大家很驚訝 這個董事長欠薪 欠的時間已經欠了五千多人 金額高達大概有五點七億元 那圍堵的人 大部分都是他們的供應商 打得非常非常激烈 那保護他的人 似乎也沒有很盡全力要保護他 那現在大家這個畫面出來之後 保護他的人也被欠薪 有可能 連保全的薪水 都沒有按照來給付 另外房地產 恆大就甭說了 大家都知道 過去兩年虧損高達二點五兆元 總債務累積大概有十兆元狀況 但是另外一位 包括碧桂園集團 這個過往在他們曾經是銷售的冠軍 第一名的第一名 結果現在居然出現了 他們這個周轉資金 出現了失靈的狀況 付出兩筆合計 兩千兩百五十萬美元的 債券利息 那港股兩天重疊了兩成 如今美國這個大概只有剩下1.1港元 逼近跌破一元下市的死線 三月二十九號的時候 二零二二年全年利潤大概是一百一十七億左右 遠低於二零二一年的大概是一二零七億元的水準 那他在這個維蘇的恆大這個有四倍這麼多 那另外一個是萬達集團的副總裁劉海波遭到公安帶走 現在狀況很多 聽說可能跟貪污也有關係 要請教亮哥 我覺得北京應該是要擴大實名字 對所有可能引發公安的事件 你都要用實名購買 大概是這樣 也不是不讓你買 可是我就是要登記 就是你要留下名字 比如說散裝汽油 長布 這個聽起來好像是沒什麼 那他就要留下名字 以便為了要追究來源 比較容易追究 其他國家 譬如說美國 他們的首都有沒有在下一個點梗大 台灣也沒有 台灣哪有什麼私兵制 可是他們本來就其實電子支付 其實相當遠都可以追蹤 而且說實在他們地鐵要安檢 也不是第一次 他當年辦奧運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每個環節都在安檢 每個車坐車也是要在這邊排 所以這都不是他第一次做 大家現在可能要很確實的 留下你的足跡 因為你用電子支付 你就會留下支付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對 沒錯 就是說如果真的要實名 早就有了 那個大陸房地產問題比較大 主要就是因為現在買方縮手 大家都認為會跌價 所以我幹嘛現在買 可是以前這個大的公司 他的槓桿做太大 除非說比如說恆大 恆大現在香港也停止交易了 恆大他如果已經蓋好了 那那些就要就已經接近完工了 那那個就一定要蓋完 因為買家就是中產階級 那這種中產階級就恆大的部分 就有三百多萬人 所以他為了社會安定 這一定要守住 你說光是人口就有三百多萬 就買家 買家 你就知道那個房地產有多大 可是如果有一種是蓋到三分之一的 可能就爛尾了 當然 因為我如果再讓你蓋完 那我還要再借錢給你 我要投更多錢 就是你那個槓桿 因為他以前經營就是這樣經營的 就槓桿越玩越大 那因為他以前賣得比較順 所以回收錢再丟 回收錢再丟 結果現在就是回收出了問題 所以錢就卡住了 就錢卡錢 有個地方卡住了 我就沒有錢來卡了 對 就是這樣 所以那每一家的模式都一樣 這個是中國本身經濟體質出問題 但亮哥聽起來 應該是他獨有的狀況嗎 我覺得應該是以前槓桿玩太大 因為恆大 碧桂園 都是這樣的公司 萬達也是 這些公司都大到你來以想像 都非常非常大 比如說恆大 恆大目前出現的虧空 就超過兩兆 兩兆台幣 所以你就知道 兩兆就台灣可以吃一整年 兩兆就是我們的國家預算 所以中國大陸當然知道這個狀況 所以你說怎麼辦 所以就是說如果已經接近亡屋的 那你那個郊屋 你就要確保郊屋 所以那個部分政府願意介入協助 可是如果你剛買地 或者剛蓋不到三分之一的 那我還要幫你完工 那我豈不是要丟更多錢進去 所以那個部分他就要叫人家進來接手了 所以你就要做企業重整 大概是這樣 亮哥 那現在有一個指標 李嘉誠他七折 把他底下的這些房產 他旗下的長江實業集團 把他們周邊的這些房產 用七折賣 但有人講說是 因為他們的這些新建案 附近有一些閒務設施 所以價格比較低 但有人講說 因為過往他有相關的紀錄 他的舉動會讓大家覺得說 是不是象徵接下來 真的要崩盤到底了 兩點都有 第一點是他附近有一個漁港 那個漁港現在拆掉要重建 那蓋大樓之後 他的感覺就不見了 他本來有一個海景的感覺 本來是個海景的 對 他蓋起來就什麼都看不到了 就擋住了 就擋住了 所以他才會打 確實是得打折 打到七折 香港打七折不得了 而且這個地方還不錯 所以還是有人接手 還是有人接手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這個李超人 他可能又看到了什麼事 因為那種超級有錢的人 常常可以看到 我們沒有看到的東西 所以郭台銘可能也看到了 我們沒有看到的東西 比如說 我不知道 好 我們更多的問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還有一個人非常厲害 但是他沒有把他厲害 發揮在正常的地方 有一個四十二歲的男子 叫姓楊 他覺得他很厲害 從小他爸爸做代書 所以他很會描一些東西 他完全是用手工DIY的 你看 這是他改造過的這個發票 你看 這個數字025 他是重新把它塗掉 然後再 包括他背後這些紋路 他背後不是有一個花紋嗎 他連花紋都是重新 再用手工把它描繪出來的 然後以假亂針 跟前面的一模一樣 然後你看這個 他就換了超商就給他蓋章了 因為超商的店員 被他騙過去了 他用原子筆 還有包括螢光色 螢光比上色 就把它恢復到百分之百 相似這麼高 那警察最後是用特殊的光照 才發現說不對喔 後面三個數字 不是正常的數字 然後才發現有出狀況 其實他最後最後 他總共已經騙到了兩個月 騙到了有四十多家的超商 跟銀行都被他騙了 連銀行都被他騙了 他換到了總共有30萬元這麼多 是一個技術很厲害的人 但是最後最後因為這些發票 要回到財政部 財政部火眼驚心 一看 假的 然後再去調出這個監視器 才發現他出狀況 另外一個是阿虹2.0 之前阿虹的新聞 大家討論度非常高 就又蹦出一個 跟他幾乎一模一樣 為什麼一模一樣 這一次受害的是姓張的女子 二十幾歲 地點也是台中 這次是台中太平 然後跟人家約在嘉義 結果對方晃點他 而且對方已經見到他了 突然看到他的樣子之後 跟他說 我家裡臨時有喪事 臨時家裡有人過世 所以他必須離開人就不見了 但他不一樣的是 他身上還有300塊 上一次的台中的第一個案例 他是家裡一毛錢 他是一毛錢都沒有了 但是他也是從台中出發 跟阿虹要約見面 身上沒有錢 跟警方申請了一些錢 要是我講完之後 我最後一句話 愛助理 對不對 你拿到發票率